原來真的這麼開心 五度提名 五度落榜後 2011年 劉嘉玲在通天神探敵人節中 飾演武則天 終於讓他抱回 自己的第一座香港金像獎 劉嘉玲出生在江蘇蘇州 1980年隨父母移居香港 隨後進入演藝圈 但在那個年代 大陸移民在香港 發展相當受限 不少人質疑劉嘉玲 是為了加入豪門 就算和梁朝偉在一起了 還是不斷有人說閒話 好像有時候送飯給凡哥 跟他遊電車河 去西環看日落 哇 多麼浪漫啊 有時我覺得 為愛情去愛窮 是很值得的 那我選擇了梁朝偉 沒什麼好說的了吧 他沒什麼錢 然後梁朝偉事業 非常的輝煌 你又不對了 他們覺得你又不對了 你欺負他啦 你怎麼不是這個樣子的 劉嘉玲受到的考驗 還不只這樣 1990年 他因為身體狀況 拒拍一部由黑社會出資的電影 卻因此惹上大麻煩 不只遭四名黑道綁架 還被迫拍下裸照 2002年香港東周刊 再次刊登出不雅照片 引發500多名演藝人士 和婦女團體走上街頭抗議 譴責無良媒體 劉嘉玲更不會留言 親自現身 我 肥磨旋轉中等大家聽看 我現在是非常感謝她的 因為她 給了我很生動的上了一課 因為那件事情我反而長大了 然後我豁然開朗 整個人 時隔28年 劉嘉玲說自己已經放下一切 甚至心懷感恩 所以你是原諒了周刊的人 我全部都原諒 他們都原諒 對 真的能夠原諒 是 包括綁架你的人 是 我都原諒 心好大 要不然 我不會那麼開心 我不會那麼坦然 還在跟你講這個事情 劉嘉玲像顆鑽石 不管是演藝路上的小石子 還是生命裡的磨難 都讓她越打磨 越發耀眼 我希望你 講起90年代的明星 可以數到第幾個都好了 起碼數到 接受生命裡的不公平 挫折和考驗後 劉嘉玲大方擁抱自己 也讓如今的她 走得更加昂首闊步 記者徐志珍 唐泉 綜合報導